近日中国女排参加了奥运表彰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 主教练蔡冰春风满面 并且被安排站在第一排 与功勋教练一起 所以大家认为 他大概率已经续约了 只是苦了中国女排 以及最近冒出来的众多好苗子了 看看近期的亚少赛 亚青赛 上海明日之星赛 东亚女排锦标赛 优势期市井赛 首场比赛等五项赛事 我们的好苗子真的很多 二传张子轩 副公王傲谦 副公郭忠南 副公陈晓辉 主攻黄月鑫 接应杨淑明 自由人李明镜 副公陈厚宇 主攻郭湘林 主攻董宇涵 自由人宋嘉义都很不错 也是下周期的希望 董宇涵有一板沙板 跳发稳定性在增加 母版就是刘晓彤 比赛很有激情 也是比较有前途的年轻球员 范伯宁打主攻 母版就是惠若琪 一船串联手感很好 进攻下手也很快 关键还有193的升高 天赋之星王傲谦 就不用再说了 天赋太出色 一美之词无以复加 其他球员也让人印象深刻 李晨轩很全面 进攻很暴力 毛维嘉背后看很像徐云丽 孙婉云脚下很灵活 朱航廷球稳归归聚局 正是掌球的年纪 希望联赛都能多上场 优势其中更是有一批可造之才 杨淑明 王傲谦 黄月鑫 张子轩 李明镜 这些新人将来都会成为国家队的栋梁 比如黄月鑫进攻特别出色 弹跳也好 很像刚刚出道的朱婷 张子轩在同龄人中断层领先 传球堪比逢坤 不得不说 我们女排的苗子真的有 而且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机制 从青年队向成年队的过渡做得不好 在欧美队伍 如果青年队的本土成员打得好 都会被各大俱乐部买走 从小就在高水平的俱乐部历练 一直到成年队 我们小瓜女常年混迹在地方队 和欧美的都是一批队员 到成年队就有差距了 而且主教练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如果依旧是蔡兵做下周期主帅的 这些新人估计他一个都看不中 应该是还会选一些老队员进队 就是苦了这些好苗子 正在掌球的时候 遇到了不会培养新人 不愿意培养新人的教练